我先把最后结果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Sample就是结合前面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Password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能够让user 如果要看得到 比如说看得到某一个内部文件 那内部文件里面会有Password 你一定要知道Password的人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里我就输入密码 比如说我这边密码是123456 那我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按一个确定 按送出之后的话 那我有个档案 这个档案是在Server上面 我要把Server里面有个PDF档 我要让user可以看得到的话 那我就要呼叫Client段里面有 可以开启PDF的Reader 把它开起来 并且秀在Growder上面 那该怎么做 我这边秀 按送出密码是正确的 那你会发现我这个档案 它是一个PDF档案 那我会呼叫什么 呼叫我Client端的这个 内部的一个 一个reader 因为我是装个Box reader 所以它会把Box reader 迁入到哪里 迁入到browser里面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demo 一个PDF 那你们等一下如果要试的话 自己再找一个PDF档 也是一样 只是放的位置跟档不一样 所以改一下就好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在 逐步把这个专案 跟各位解说一下 第一个 请各位建一个专案 也是Dynamic Web Project 对不对 一个动态的网站 第二个的话呢 我的图档 PDF档要放哪里 其实特别注意哦 这个图档 我们读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放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 特别注意哦 放的位置在哪里呢 WAVE UFO 有没有看到 如果说你要把 你的这个图档 我刚刚的PDF档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它怎样呢 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外部的图档 那你们也可以画一下 PPT档 Excel Word 这些最常用的档案 也是一样用这个方式 比如说给他一个Password 比如说一个页面 就给他一个Password 然后呢 他要知道Password的人 才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这样子 然后要怎么样传 相对应的档案给他 这里我想 我们用取一个PDF档的方案 其实这个地方应用就蛮广泛的 然后 OK 那再来 其实如果说 全线的设定 甚至你可以再建DataBase 什么人可以看到什么 什么人可以看到什么 哪个部门可以看到什么 谁的密码可以看到什么东西的话 基本上可以做得很复杂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 已经超过我们这一组的范围 后面部分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这里的话 第一个 图档 我们PDF档放的位置 在WebInfo 这边就要是在这个里面 就把PDF放这里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再建一个Fone Fone的话我想建的方式跟前面一样 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HTB5 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把这边打开看一下 里面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Fone 这个Fone里面的话 一定用Post 我们用Post 因为这个密码部分的话 你不能用URL去传送 我前面讲过 然后Action的部分的话 我这边是增加一个叫Dunload.who Dunload.who 你可以用Dunload.view Dunload 或者其他名称都OK 这个是一个view 7Lase的话是一个view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Input Type 为Password Name的话就是Pass 这个Password也是一样 那Value部分预设是没有 然后最后一个Summit 送出 我想这个地方 表单的部分非常简单 然后按一下确定之后的话 密码会比对 所以会传送到Server 我们会接收到 会Request 接收到 接收到密码之后 我们再来比对 如果正确的话 就是把这个PDF档 送给PiPhone去看到 那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一样 我想这个部分 跟ServerLase的建立方法 不再多说 按右键 把它Nu一下就好了 Nu个ServerLase 这个ServerLase里面的话 包含哪些东西 我想第一个 这边呢 我们是在 这个DoPost这地方 DoPost的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是做哪些 哪些 哪些东西 特别注意 有几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注意 注意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一定会取得什么 Password 然后Password 这一盒应该都看得懂 前面我们做蛮多 丢给什么 丢给Password的这个Stream 的变数 然后呢 去比对嘛 是不是1234 如果1234的话 那就做什么事情 反之的话 就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 那你要做更完善一点 要Show 一个Message 别人就是 我这边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如果它 输入没有错误的话 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完全不会有事情发生 但是呢 你们可以改写一下 如果它输入错误的话 你就怎么样呢 把画面 转移到别页去 让它重新输入 转移到原来的画面 让它重新再批一次 诸如此类的 那你这边我想自己可以发挥 那如果正确的话呢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特别注意 这边从Respon物件里面 有一个Set Content Type 这要做什么 后面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 Application斜线PDF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Plython一定会有 Default的 拍PDF的那个程式 所以如果说 Application斜线PDF 指的就是说 Plython用哪一个 拍PDF的程式 我先指向给它 先设定 由它来开启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是PPT檔的话 那你要注意一下 Set Content View Application部分也改一下 Word是DOC 或DOCX 自己这个地方再try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档案 是一个String 一个串流的方式 所以这里的话呢 特别是我们必须用什么 一个叫InputString的方式 那这个InputString的部分的话 它是隶属于Java底下的Io 底下的InputString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的主要用 谷文档这边 它是一个抽象类别的 它主要是怎么样呢 用Byte的方式 去把一个档案 用Byte串流的方式 可以丢给这个Client段 那这里的话 我要需要做什么呢 这边的话呢 This指的是 我们自己这个类 这个类别本身 然后Get ServeLateContext 里面的话 我们要Get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 Get这个后面 其实这边有放横 我把它 我把它 Back回来一下 其实很简单 以后如果你要取得什么 取得 我们 Server上面的某一个 有没有 一个Resource 有没有 你用什么 GetResource SString 有没有看到 那一定要加一个SString 为什么 因为呢 它不是文字 它不是字串 所以你必须用 String的方式 串流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档在哪个位置 特别注意哦 这边一定要加个跟目录 斜线 如果没有加这个斜线的话 应该会找不到 这个斜线的话 指的是跟目录 就是 相对目录嘛 我们前面一定会有个IP位置 然后就是后面会有个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会有个档案 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 这个档名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再用output信 会有印 Io的部分先进 先读进来 然后我现在把它丢给clive 端端嘛 所以要output 所以要透过哪个output output信 所以有input 逐进来 再output出去 然后这边的话 会做一个out 然后把这个out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再来这边有个 叫做right byte 这个right byte 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一个void 这个void的话呢 我们里面就会传两个东西 一个是in string 一个out string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两个参数 我这个地方底下写什么呢 这地方的话呢 因为我输出 必须用byte的方式输出 所以这边我建一个byte正列 名称叫buffer 然后呢 它的长度的话呢 对1024 然后dex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int 我宣告一个 长度为-1 预设值为-1 那我要判断说 这个长度不等于-1的时候 这地方的话 我可以讲 这个长度 读进来 就是in的部分 这个叫我读进来 就是说我原来 读进来的这个档案 放进来之后的话 一直读一直读 然后呢 write到哪里去 write到这一个 读进来的长度 然后如果不等于-1 就是说它还有长度的话呢 那继续跑 然后读给谁呢 读给out 所以这个write byte 就是把 读进来的东西 丢给要输出的 然后最后的话 跑跑跑跑 跑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把这两个关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把 这一个 档案输出的动作 所以是 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要输入 第二个是要输出 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构输出 到我们的这个画面 所以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流程是这样 我在runs 也给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我把密码输入上去之后 这个时候按送出 这个时候呢 就会先把档案 从我的 server端 读进来 用instream的方式 读进来 再用outstream的方式 把它输出到client端 所以client端 其实基本上 它是慢慢慢慢的 把这个档案 输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输出完毕之后 就会找到我们client端的pdf reader 去把它开起来 所以这部分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着 把这个pdf 这个地方 刚刚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其他格式 看看用那个Doc 或者是 Excel 或者是PowerPoint 等等的 去做开启 读进来 输出 write出去 我想这部分的话 试试看 也是两个 一个是 介面部分 一个是输出部分 大概是 这个 那我等一下再 看看 把这个画面 等一下再提供给他 也都会探讨 那也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我刚刚讲说 变化一下 这边可以再多做一些讯息 让user知道说 诶 到底密码是否正确 第二个是说 换成别的档案 试试看